上次咱们讲说毛泽东搞这个整风是出于他对执政党的地位受到了威胁的一种忧虑 这种威胁主要是和人民群众发生的一种矛盾 这个已经不是他就是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共产党的那个担心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他们担心的是蒋介石打回来 美国人再回来 特别是搞了一个朝鲜战争 他怕这个国内外的反革命分子勾结起来颠覆这个政权 所以在外边打朝鲜战争 在国内搞三反五反镇压肃反这个等等 搞了一系列的运动 那么把这个反革命分子全部这个一网打尽 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特别有信心 特别自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拨凶事件发生了 某两个反应 第一他认为这个拨凶事件说明共产党的政权呢 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这个这次在失去政权 不是因为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和这个反革命分子 而是因为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产生了对立 产生了矛盾 如果解决不好 这个政权要丢失 第二他认为呢 匈牙利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不可能发生 我正反正镇压了几十万人 肃反把知识分子全整得了服服帖帖老老实实的 还有谁反对我 没有了 剩下的就是人民大众 只要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把党的党员的思想教育好 让他们清廉一些 体贴人民的疾苦 这个政权就会牢固 所以这是他要发动整风运动的一个初衷 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 这个整风呢 最后转成了反右 为什么 什么时候转的 今天就是讲这个 为什么今天我要写这些东西 因为今天很多都是毛的原话 我就怕给他老人家背错了 到时候承担政治责任 所以我还是写 我说呢 所以我怎么说 但是意思就是 这次整风的毛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求这个党外人士参与 就所谓开门整风 那么上次我讲到5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 整风这个指示的时候呢 并没有讲要请民主党派参与 他只是30号在这个中南海 这个一个会议上讲 但是运动开始的第三天 就是5月4号毛泽东专门起草了一个 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这么一个指示 就明确提出来 这次共产党整风呢 靠共产党本身不行 要请党外的人士 特别是知识分子 民主党派参与 给共产党提议 这个也反映了毛的一个自信 因为当时 上次我说了党内都反对 党内大部分人都反对 或者是不理解 越往基层呢 这个抵住情绪越强烈 特别是农村干部 那基层干部 认为毛泽东变了 原来老替我们说话 现在怎么老替敌人说话 还有一个反对意见来自苏联 这个赫鲁晓夫 他们就认为 你这个中国共产党不能这么搞 这么搞 要把自己搞乱了 而毛泽东是很有信心 所以他就提出来 要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那么关于 就是关于反右过去 一直有一种说法 所谓钓鱼 或者叫引蛇出洞 有这么两个概念 有这么两句 其实在我的理解 因为我看了很多毛的这个讲话 他很早就讲过这类的话 什么蚂蚁出洞了 什么春天了 到了蛇要出洞了 什么像这个讲的钓鱼 其实呢 这是一个一般的斗争策略 不是我们后来讲的 反右那个意义上的 引蛇出洞 一会儿我会讲 这个实际 他要使用这个 这种策略在什么时候 所以你看 他5月6号 林克谁啊 林克是他的秘书 我要先说明一下 我这次搞这个 除了一般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些中央文件 毛的讲话等等 最主要的 有两个材料 一个是林克日记 这个林克日记呢 是没有发表过 我找到他的家人 反正最后 反正想着各种办法 我拿过来 大大部分都能认得出来 个别的字 他或者印的不清楚 但基本上可以 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修改 这个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 那个修改稿 他改了几十次 改了多少 改了两个多月 从他这个发表讲话以后 我说上次讲了 他这个 五七年三月份就 就发表这个讲话 然后一直到反右以后 六月十九号 他才公开公布 在报仁 把这讲话登出来 这五十多天呀 这个讲话已经改得面目全非 根本不是他原来说的那个意思 所以 这个改动的过程 就是毛泽东思想变化的一个过程 就什么时候 他改了什么 哪句话 那我主要想 依照这两个线索 我们来考察一下 究竟什么时候 从这个整风 要转为反右 因为整风是整什么 整共产党 反右是反民主党派 就把斗争的对象完全转变 所以五月六号 这个你可以看 其实他这句话很调侃 因为当时很多人社会上有这种说法 你说你现在老让我们大鸣大放 是不是想钓鱼啊 将我们都把话说出来 反正你们共产党在反击啊 毛的意思呢 不是这意思 所以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百家争灵 是为了钓鱼 他说这看你怎么理解了 百家争灵的方法还是目的呢 为了认识真理 也可以说是钓鱼吧 不过是钓两条鱼 一个马克思主义 一个非马克思主义 就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让大家把话都说出来 所以他非常开玩笑的说了一句 不仅是钓鱼还是撒网的 你可以看出来这是开玩笑 并不是说 有很多人 因为他在这前这句话 一般人没有看到过 但是他在一月份的时候 我上次讲的时候 他一月份就说过 什么春天蚂蚁出动的话 很多人以为 毛很早就有这个阴谋 其实不是 所以你看他五月七号 这个改动 他甚至提到什么呢 应该把群众闹事 看作是特殊情况下 教育干部的一种手段 他不在乎群众闹事 当然后来他很在乎 这个时候他不在乎 因为这个时候 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方 包括这个五月八号改 也还是 就是充分表现他的自信吧 特别是讲说 说共产党力量很大 怕的是 我还是到这儿讲了 我得往下 那个 这怎么弄 对 他说共产党的力量很大 怕的是没人讲闲话 他不怕天下大乱 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 所以到 你看这是到五月八号 再往后 这个事情就要开始发变化 发生变化 但是呢 过去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啊 有就是我想有两个比较错误的认识 至少是跟史实不符的 一个认识呢 一个观点 就是这个是我们现在书上大部分都这么写 是吧 黄松知道 就是五月五日 在那个大家看那个毛文集上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吧 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 不是 是毛选五卷 事情正在起变化 很多人都认为说 这个这篇文章发出了反击右派的信号 就是说五月十五日的时候 毛主席 要反击右派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就写了这么篇文章 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为什么 大家看看那个毛文稿上有个注释 其实那个注释很说明问题 就毛啊 他确实是五月中旬 开始写这个事情正在起变化 但是人们看到的那个文字 不是五月十五号写的 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又改了好几遍 一直改到什么时候呢 改到六月十一号 六月十一号什么时候 是六月八号已经开始反右了全国 人民日报已经登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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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什么 这篇文章已经登了 三天以后他才改定 然后十二号下发全党 所以你可以看那个里边的文字很多 其实是反右以后他改定的 所以不能拿毛的这篇文章作为这个依据 当然毛为什么要把这个日子改成五月十五日 这他是有想法的 待会我再讲这个 就实际上他六月十一日改完了 就他把日子又填到五月十五日发下去了 他要给自己找台阶下 这是一个 第二个还有个普遍的认为 就是这个毛转向 整风转向反右 是因为真有右派 所以他才反 比如讲了什么 这些这些话 大家都都是很常见的 政治设计院啊 专屏的什么 平凡委员会啊 党天下呀 轮流作庄 海德公园等等这些口号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有这些口号 都不是在五月十五日之前说的 都是后来说的 是被钓鱼钓出来的 是被引蛇出洞引出来的 然后很多人 现在你反过来把后面说的话 拿作毛转变思想的一个依据 这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那么毛为什么会变 怎么变的呢 因为啊 这个 整风以后呢 李维汉 就是 就是 这个 这个统战部啊 召开了一次 这个会议 就是民主党派座谈会 这个很出名 而且开的时间很长 那一直从这个 五月初 一直开到五月中旬 这个 在这个会上啊 请的都是一些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 这个 而且呢 每天的报纸上都有报道 几乎是全文报道 没有任何删截的报道 所以你现在想看看那个 当时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你就看那几天的人民日报 完全清楚 毛也就是看报纸看出问题的 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神秘的东西 那么五月十二号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毛有 就是林科日记 有一个记录 毛给他这么讲的 说这个知识界 都起来了 说这个工商界最 最神奇了 像张乃奇 罗中基啊 什么张伯 张伯军这些人 他讲了一点 他闻到一点味道 就这些人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 这个话呀 其实针对的就是这个 张伯军他们提出的是在校园里头 是不是要党委领导 还是专家置校 当时呢 各大学校都在争论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学校你党就不要领导了吗 这个应该学校 就是成立专家委员会 或者 你那个党呢 在旁边监督着看着 有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那管理学校主要靠教授嘛 你们这些党员又不懂得学术 你们怎么管 这个问题其实争论了很长时间 我上次说了 在杭州会议的时候 毛呢 都表示觉得这不错 这个应该 这个发挥教授的作用 但是这句话要从民主党派的首领 领导人当中嘴里说出来 这个他的感觉味道不一样 后边他就 他就有这个说法了 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他就觉得这个 敌视社会主义的情绪 有所表露 这个敌视社会主义的情绪 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 他不是这个给共产党提意见吗 所以很多人呢 就就说了 说你这个共产党啊 和民主党派当中有一条沟 这个是难以跨越的沟 所以你们什么事情 都是你们党员 共产党你们先商量好了 然后再来通知我们 那还是总言之事 把我们民主党派当外人 其实这个话呢 原来在 在这个整风的过程当中啊 早就说过 而且毛本人呢 也认为说界限是应该有的 党内党外有别吗 但是钩是不应该存在的 你不能把民主党派当外人吗 咱们现在是 大家重新协力建设社会主义吗 这是他在杭州会议上 为了鼓动这个整风的时候说的话 但这句话跟谁说的呢 是跟共产党的干部说的 现在这话 又从民主党的领导人嘴里说出来 他又觉得这味道不对了 所以他觉得这个有危险 所以说了说各种蛇呢 开始开始动起来了 但是这几天啊 他只是一种感觉 我看 我从这个 这个这个人民日报上看 发表的这些文章呢 大家看看 还是 还是要进一步开放的吧 进一步发动这个 进一步发动党外人士参与整风 5月14号的时候啊 还有这个就是5月14号这个毛给这个刘少奇他们写了封信 说啊 说这个 几环日报 因为当时几环日报 登了一整版的 这个 上海 学校 这个 这个 中小学 整风的一些 一些情况 毛批了 这么几个字 说这一整版 值得过细一看 不整党 不整风 党就毁 这个就会毁了 很多人认为呢 好像毛在这就有警惕 要让刘少奇他们注意 整风的新动向 其实不然 因为这个时候 毛 他一方面对这个民主党派领袖们的一些发言呢 感觉味道不对 有所警觉 另一方面他还在推动整风 他给刘少奇的这个这个信 这个批示啊 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主要讲的是整风是非常必要的 你们都说整风不必要 你们看看这封信 看看人家对共产党都提了些什么意见 其实呢 你仔细看这个 《解放日报》这篇报 一整版 有一个特点 都是对基层党的干部提意见 什么系主任了 校长了 大多的党委书记 都这个 毛的整风的目的 主要就是整这些基层干部 所以毛说你看很有必要 你看体力下多好 但是他这两种 这个 这个情绪啊 到14号晚上开这个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时候 就都反映出来了 反映出来一个什么呢 就是14号他 就是中共中央发了个指示 14号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 中共中央发了个指示 还有这个16号连续两天吧 讲的什么呢 讲的是现在虽然有这种错误倾向 但是不要收紧 继续让他们讲 都讲出来对咱们有好处 他什么意思呢 毛这个在16号 就是20号之前吧 他这个话说了好多次 好几次指示都是这么讲的 其实他的意思呢 就是 这个 有什么意见 你现在 如果你现在 这个 一批驳 一反对 第一 所有的反对意见都不敢讲了 那么整风就达不到目的了 就大家不给你提意见了 第二 真有少数坏人 还缩回去 所以 要放 这个 在我的理解呢 这个还不是他的 引蛇出动 因为这两个前提条件 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就这个时候 他认为这些是危险倾向 是错误倾向 是个苗头 到底有没有 真正的 右派 这些右派到底是什么人 他并不清楚 他怀疑的也就是 那几个张乃气啊 张伯军啊 什么陈明初啊 等等 另外一个呢 他当时 还是一心 要把这个整风的 继续推动下去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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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党的 这个基层 干部队伍 要整顿好 所以他这个 两 两种想法 在这个时候 是同时存在 所以 这个 十五 十四号 和这个十五号 中央发的指示 和这两次会议 大体上是反映了 这么一种 情绪 这么一种认识 这里边呢 又有一个问题呢 需要 需要说清 因为 毛这个人呢 有时候 老说瞎话 他这个人 这个 特别 就是 闻过是非 本来 本来 那事情是 原来是 这么发展 但是 事后 过了一段时间 他在回头 讲这个事情 他总是掩盖了 很多事实 我先给你举个 典型的例子 就是 反右以后 毛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是在人民日报上 公开发表的 这个 是毛亲笔写的 作为人民日报 社论的文章 毛说 本报 及一切党报 在五月八日 至六月七日 这个期间 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让资产阶级 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发动的 发动这场战争 报纸在一个时间内 不登 或者少登 这个意见 对资产阶级 不予回击 什么一切 就是 看清他们的 本来面目 等等等等 就说了 让他出笼啊 什么 让他出了以后 我们才好 把他铲除啊 等等 说了这么一番话 这里头 关键一个篡改的事实 是第一句话 在五月八日 至六月七日 这个期间 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错 我现在找到 所有的 能找到的文件 我都找到了 而且我敢判断 在五月十四号之前 中共中央 没有任何指示 就是 让他们放啊 什么 就是 就是他后来 讲的这一番话的 这个内容 没有 那么毛 为什么要把这日子 改成五月八号呢 还是给自己 找个台阶下 就是到毛转向反右以后 那个内心的那种苦恼和矛盾 他这个很 这个脸丢不起啊 全党都反对 苏联也反对 他非要搞这个整风 整着整着 就整出个右派 整出一批反党的 你说他怎么向国际共运交代 他怎么向党内交代呢 他只好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这回事 我是故意让他们说的 我五月八号 我们就下指示了 其实不是 所以 所以这个 研究毛本人的 这个思路的变化啊 绝不能单凭 毛本人的讲话 他这对讲话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闻过是非 什么东西都有 他有些是真话 但有很多 都是假话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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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掩饰一些东西 或者 挽回自己的面子 所以他有 他有一些讲话 你一定要分析 否则的话 这个事情 我觉得为什么反应 这个老是弄不清楚 就是很多人 太信毛本人的讲话 你这个不能完全用 他本人的当时的 是不是当时 事后的一些描述 来解释这个 已经发生了历史现象 否则的话 你一定进入陷阱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聊 我们理解这个 这个就是钓鱼 或者引蛇出动 这个这个中共中央 采取这种策略 说 他有个主观的问题 有个客观的问题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主观的 就是中共中央 真的是到 和毛泽东 到5月14号 和16号 这个期间 他们觉得 这个有问题了 有问题呢 但是不能收 让他们放 继续放 这是所谓引蛇出动 这种策略的 一个最开始的表现 但还不是到他 最后淋漓尽致的 是在后边 是到了5月24号以后 在这个时候 他只是说让他们 就不要拦着他们 还没有说 人家不说非 引诱人家说 这是后来了 这是主观的 还有个客观的现象 这个是很多人 没有注意到这个事 什么呢 就当时这个反右 不是 这个整风的 这个 在全国的展开 开始有时间差的 你不能在一个地方 你说我这次 我调查这个反右的事 我就跑了几个省 北京 上海 这是大中心城市 知识分子 集中的地方 我又跑了一个吉林 一个陕西 一个云南 两头边缘的省份 我这个发现 其实它有个时间差 就当中央号召 整风的时候呢 都是北京 上海动 知识分子 集中的地方 民主党派吗 挺积极 呼噜呼噜起来 这个时候 全国都没动 为什么呢 这些地方领导啊 都不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 说这中央 到底想干什么 咱们得看 他们看看 北京 上海 是不是真的动 好 等看了半个月 这北京 上海 哇 真的动起来了 他们就开始动了 你看 我这个讲的 谢夫智在云南 5月14号 这个彭真在北京 5月16号 才开始真实 这个往基层 下发通知 那个时候 主要表现的 还是民主党派 到了5月14号 和5月16号的时候 这个中共中央的核心呢 已经要转向了 但是 但是地方呢 刚开始 刚开始 刚动员 所以 有些 这个 呃 后来的言论出来 也并非是有意的 引他们 因为这个地方领导 他很多人 他不知道 上面意图变了 他还能动员呢 所以有 他有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到5月16号啊 这个情况就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主要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5月16号 给什么西收大家意见 改正 你们就都回去吧 本来就完了 后来到5月16号这天 李维汉突然宣布 说啊 正因为这会开得很好 所以要继续开下去 哎 大家还有话没说出来 继续讲 这个时候 是毛授业 你这会不能停呢 我这刚要引蛇出动 你把这手都放走 那哪行啊 接着说 所以这个会呢 又继续往下开 而且15号呢 又增加了一个 叫工商界 这个座谈会 就把张乃琪这些人 又拉去 这个 这拨人又加进来了 这就更热闹了 就是就这个时候 真正的 中共中央的 引蛇出动的策略开始了 这个报纸上 照样号召了 但是这个底下 我至少我看到了 现在我没有看到 就是中共中央 怎么传达的这个材料 但是我看到了两个材料 一个是人民日报 住这个四川记者站 接的一个紧急电话 一个就是这个 叫文化部 中央召开的一个会 人民日报那个 从那个 我看那个材料来看呢 他没有把话说透 只是说 中央有新的指示 以后 报纸要大量的登 右派言论 不得阻拦 这是当时 人民日报 给各记者站 发的一个通知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这个 这个 证据 就是 要让 用爱讲话 那么文化部的这个呢 我只是看了一个回忆录 这个有多大的准确性 我不敢保证 但是他的意思 是 周扬跟几个心腹的人说 风向要转 所以这个呢 就是 五月十六号 五月十七号 发生这个 这个 到十八号吧 不过呢 这里有一点 也要搞清楚 就当时 他们就 中共中央 虽然看到问题 有危险倾向 有错误倾向 要反击 要批评 但并没有把这个事情 看得非常严重 跟后来的 搞得反右 完全是两回事 这个时候还是在 所谓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范围内 来解决这个 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个范围内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 有几个 证据 一个就是 十八号 这个 人大常会宣布 六月三号召开人大 如果有重大的事情 这个人大 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宣布的 一会儿你就会看到 当他真的觉得 事情很严重 这会不开了 推迟了 还有就是这个 文化部发的这个通论 就是 解禁的一个通量 所以五月十九号到二十号 一连串发生的这个 就是连续召开的这个 这个会议啊 毛的会议 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这个十四号和十六号的那个精神 因为二十号 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又发了一个这个同时加强对运的领导 其实我看这个意思呢 还是重复十四号十五号中共中央那个指示的精神 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当时 北京大学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五月十九号 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然后跟着后边就是就像雪片一样的大字报就布满了校园 然后跟着就人大和北大串联 然后整个北京大学生运动就起来了 然后就推向全国 就是学生运动在民主党派运动之后开始发起 所以很多人这个研究反右都认为毛泽东转变是因为五月十九号 这个这个北大这个运动 毛泽东开始认为这个性质发生变化 我看不是 为什么呢 他们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因为一个五月十九号发生这件事 跟着五月二十号中共中央就下这个下了一个指示 加强对当前运动这个这个领导 那么第一 五月十九号北大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不错 而且呢很快就蔓延开了 但是当时毛并不知道这件事 你想啊他在中南海呢 北大发生什么事 魏明湖发生他哪知道去 他不得有人给他汇报吗 这汇报就得有时间呢 一会你会知道 其实他是二十一号才听说这事 所以二十号他并不知道这件事 第二 你看这个五月二十号只是这个全文 你能够体会到 并没有对这个事态的估计 发生什么变化 他还是重复了十四号和十六号的那个精神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呢 毛队整个问题的看法的转变并不在那个五月十九号北大的发生的这个这个学生运动 但这个时候呢 书记处那边在在这个开会 毛呢 对二十一号对这个谁讲了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他说 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 拥护人民政府 拥护共产党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都是骗人的 一切都不要相信 他们违背了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 他们意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毛的真的 这个这个心里的反应 我刚才说毛特别自信 就是你看看五六年 就是知识分子会议以后 五六年一月份中共中央召开了个知识分子会议 然后呢 跟着就大大的改变了所有知识分子的这个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 比如什么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学术研究啊 因为原来共产党会特别多 老让人教授开会 人都提意见 好都不开了 然后提高工资 给房子 给买书 给配助手 弄了一系列的这种指示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呢 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种这个认识 他觉得三大改造完成以后 所有事改变了以后呢 就要进行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 那么现在对知识分子这个政策有问题 所以得改变 对知识分子啊 共产党是一打一落 开始是打 是吧 52年 搞这个这个宴席调整 然后到这个 呃 批判那个什么什么武训传了 又批胡锋了 又搞肃反了 知识分子整一六够 然后跟着56年 改变政策 又给钱 又给房子 又给这 所以大部分知识分子啊 都表示 哎 这共产党 这还是很不错的 啊 这个真是对我们好 感激提灵 你看看那个报纸上的文章 那会儿多了去 全热热 所以毛呢 心态非常好 你看 反革命也给消灭了 知识分子也给争取过来了 所以他对知识分子 对民主党派 他一直坚持那口号嘛 就是这个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这就是跟民主党派说的 百家争鸣 百家齐放 就是对知识分子说的 啊 叫长期实行这俩口号 很有自信 结果没想到 一开会让人提见 人家对共产党的领导 有意见 对社会主义道路 有意见 这都是 命根子的问题 所以毛表现出一种 非常失望 非常这个 就是有点上片 这个是个受骗上当的 这种感觉 所以他才跟林克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相信这个话 是应该能够表示他内心世界的 这个因为不是对公众讲的 是吧 也不是要发表的 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呢 他并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有多严重 因为他还是那种观点 他老认为这都是极少数人 所以你看 他同一天的跟林克的讲话 还讲了两件事 一个将来肃反啊 肃反嘛 还要交给非党人士讨论 这跟他后来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当时他 他并没有 他觉得就是几个领导人的 不就是张乃气 张伯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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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他不觉得有什么 第二 他就开始讲他的 沁原春雪 我想他要真的 就是那个 康莱胜利后写的那个 北国风光什么千里冰风 万里雪平 他要真是问题 非常严重的时候 他哪有心思谈他的旧座 而且当时呢 他这几天啊 就是21号22号23号这几天 中共中央在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 干嘛呢 就把前一段中央准备改变方针了 就认为这个运动出现问题 向下传达 召开把各省这个书记都叫到北京来 刘二祥 邓小平都得给他们传达这个 毛呢 做的另一件事 就是调查北大的事情 所以这个他们 对 还有你看 包括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这个毛的讲话和这个和方针的时候 也是做了这么一个总的结论 就是 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 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 没什么大问题 这就是到 5月23号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判断和他们决定想采取的一些对策 再后来事情就发生了个逆转 有几个什么事呢 一个 就是 毛听了这个北大 不光是北大 因为他到他听汇报的时候 这个北大的这个事情已经完全 不但在这个这个北京都闹起来了 全国都闹起来 这个时候 这个 各学校 大学生串联 然后北大的学生上人大 人大学生上北大 然后北大人大一块上清华 然后再一块上南开 要搞串联了 这个毛认为这个很危险 这个学生啊 从来就是这个闹事的苗子 就是学生一都闹起来 他后来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发动红卫兵啊 他深知这道理 你想闹事 你先把学生调起来 不是调你吗 所以 这个时候呢 毛感到这个问题是很严重 他当时有有几段回忆 当然这个跟后边的 还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 这个 到五月中旬以后 五月下旬 这个工厂 工人罢工 这个是越来越严重 一会儿下边我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我也记不住了 是多少 就特别是五月二十号到六月初这一段时间 当时上海有一个报告 工人闹事呢 这个其实波凶事件开始以后就已经有陆续的出现 但是真正的城汽后闹得比较大 特别是在上海武汉这些大城市 是在五月下旬 这是一个消息传到中央 还有一个 农民退社 55年搞这个 合作化 当时 毛啊特别兴奋 你看他做了几个报告 就是他说我绝没有想到几亿农民在一两年内没有任何痛苦的进入了这个社会化 合作化 他这个他因为他想不通啊 因为当时苏联你知道苏联那会儿搞积极化 特别残酷的手段 那农民不进不进 这个这个军队派飞机大炮全上了 现在那个俄国大概都解密 你去看看 整个一个村子 你参加不参加 金农兽不参加 几炮就给你轰了 飞机去轰炸 什么都用 所以那会儿 中共中央原来设想 这个机 这个合作化啊会非常痛苦 非常漫长 中国人还多呢 这好几亿的 那苏联才多少 这一亿多人嘛 你这翻好几倍 没想到 非常顺利 非常痛快 农民也没怎么反对 他就觉得 这个进入社会主义 其实没有那么难 但是他不知道 这个中国共产党跟苏联共产党有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俄国呀 共产党的力量都在城市 农村呢 都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控制 是十月革命以后 特别是1918年以后 这个共产党才逐步的向农村扩张 所以那会儿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 那是很平常的事情 你看过静静的顿和吧 就那个样子 你红军来了 这农民就拥护你 红军走了 白军来了 这农民就拥护白军 反正谁给我土地 我拥护谁 但是中国共产党可不一样 中国共产党从头开始 但不是从头啊 从这个二十年代后期开始 它就是扎根农村 这大城市就叫上海 早就让人家国民党给收拾了 待不住了 所以都跑农村去了 搞土改呀 捡租捡西呀 跟平亚中农什么 那会儿不叫平亚中农啊 反正是劳苦农民在一起 所以共产党和农民的这个关系 非常密切 而且呢 它在农村的这个统治势力非常强大 所以这个农民跟着你进入合作化 很容易 真心假心的咱们不知道 但是没人敢说什么 但是到了五六年的时候 特别是苏共二十大 拨凶事件 国家有这么一个气候 党内八大有民主 又讲这个 这个很多人也站出来说话 说你毕竟他 这个合作化搞得那么匆忙 他很多具体问题解决不了 比如秋收了 怎么分配这粮食 有多少留种子 多少给你回家 你躺在家吃去 有多少你得交工粮啊 再加上这个管理的混乱 再加上有些干部在里多吃多战 这个农民和干部之间的矛盾 就越来越深 所以五六年就开始有人退社 到了这个整风以后呢 这个事态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二十四号就到五月 整个五月下旬吧 这个中共中央感到这个事态非常严重 就是他不是 他原来认为啊 有错误倾向 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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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党的现象 那只是个别人 不就是张乃气 罗隆基 什么 什么 这个 这个 楚安平啊 就那么几个人吗 这个毛是不在乎的 这些人怕什么呀 好收拾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这学生起来了 而这学生这个言论 我看了看 我把 我看了大量的当时的那个 那个档案材料啊 其实啊 就这几个民主党来说话 是很有分寸的 他们说话都是掂量来掂量去 又要给你共产党提意见 还不能让你接受不了 还能显得 我还是跟共产党合作的 他基本上 你说 说当时 这个张乃气或者 张伯军他们想 娶共产党而代之 那是瞎说 所以 后来中共中央的这个定论呢 是有点问题 在我现在看 至少你没有把这个史实弄清楚 你把他们几个人的讲话到现在拿出来 有什么呀 什么也没有啊 他只是当时毛的感觉不好 他原来我那么相信你 就你 你想 这个取消党的领导 你觉得社会主义搞得不好 社会主义 所以这又来一个问题了 就今天我跟那个 庞松我们俩还 这个谈了半天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本来共产党是不搞的 就是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呢 是有一个共同纲领 是跟全国人民说 说我们呀 不着急搞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招生急 那很早以后的事情呢 我们先搞新民主主义 这个口号呢 是大家 就是各党派都能接受的 但是到了53年 就长战争快结束 义务计划要开始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刘小奇 从这个莫斯科回来以后 毛提出来 要向社会主义过度 要搞社会主义 所以他跟着就搞合作化 跟着就搞这个 就是国有化 就是把那个工业 手工业什么都商业 都收归国有 这是所谓搞社会主义 结果他这么搞了以后呢 他原来以为 大家都很 所以这中国人有毛病 你知道吗 你没收到企业的时候 他特高兴 敲锣打鼓 往上回家哭 这共产党呢 以为 你看大家都欢迎的吗 这说不是我非要 你们都愿意吗 所以他认为 我这社会主义搞挺好 但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 他心里当然明白 就那会他不敢说而已 现在你让我说 很多人就说 说你搞太早了 搞太急了 你这个共同纲 你还没实行几年呢 你就把我们家里 全没收了 这是最著名的话 就是猪养肥了 再宰 对 说还没有给我们养肥呢 你就杀 你他太急了吧 这毛最不愿意听 所以他感觉很不好 但那毕竟是 少数几个人 是吧 现在情况不一样 这学生都起来了 农民也退社 这不都说明 我这搞坏了吗 在家工人在罢工 那问题就更大了 而且特别是 学生走出了校园 学生上街了 像南京发生的事情 南京天津都发生了 就学生上街贴大字报 这个吸引的这个市民啊 都来看 这一下整个社会就要乱了 所以毛这会儿感觉很危险 他不说这个 这个匈牙利事件 在中国不会发生 他说 看来匈牙利事件 在中国也有可能出现 哎呦 他说的更厉害了 他说 搞不好又要上安了 这个 反正那个时候 就是对这个 对这个问题 看的是很严重了 比如讲这个 对 讲这个清华大学 说这个 钱美常就是纳吉 纳吉就是匈牙利 那个那个那个 后来当总理那个 他这个悲观的估计 就是在22号 23号左右 不是他以后又翻回去再说 不是这是当时 就是他 就是这是 就这几句话 从毛确实对 做了严重的估计 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毛当时 听汇报的时候 反正是他们的回忆录 这个倒不是文件 就是 陈伯达呀 这个林克呀 当时还有 胡 乔木吧 反正他们几个人 在毛的身边的时候 毛当时讲了一些 就他很担心 可能要出事 所以这个时候 毛讲了吗 说右派 这个话 最后这句话 是后来说的 当时我就急呀 急就想出主意 想出了个什么主意 就是反右 那么你看这个时候 所以5月24号 他改这个 改这个什么的时候 你可以冥想的 看出他的看法 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 他已经 不是看 把这个 这个 这种言论的出现 看作是 少数人的问题 而看作是一种 阶级斗争的现象 所以你看 他改这个 哪去了 那 5月24号 第二稿的时候 关于阶级斗争 他就开始 这句话就出来了 这句话是文革的时候 最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 关于这个 这个在我国 虽然社会主义改造 已经基本结束 大规模的 群众性的阶级斗争 已经基本结束 但是资产阶级 还存在 小资产的一刚刚改造 无产阶级的 什么资产的 饲养斗争 还是尖锐的 长期的有失 甚至是很激烈 这句话 就是这个时候 5月24号加进去的 这个时候反映 他对问题的看法 已经发生了一个 性质 根本的 转变 变化 正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看啊 他们出来讲 这个 25号刘少奇就宣布 这个人大推迟 另外毛呢 也公开讲 在这个 这个这个 共青团的一个 一个这个 三大的会上讲 说一开 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 行动都是完全错误 这就是个暗示 这会儿他讲的话 跟原来不一样了 他很担心 25号 你看改的这个 他就对百花齐放 就做了比较大的限制 这个这个 因为原来呢 他对百花齐放的理解 原来 他是这么讲的 说什么都可以放 香花可以放 毒草也可以放 这么一会儿 这个何鲁晓夫跟他说呢 说你这个毒草 怎么能放出我们这产还来不及呢 现在 他不一样 加了六条标准 哎 说什么是香花 什么是毒草 我给你六条标准 拿这去衡量去判断吧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盗 而且说你要 你要是提的意见 不符合我这六条 你就没有监督的资格 原来他说的长期监督 我让人家民主党派 现在加了附加条点 我有六条表 你都符合我这六条 你再提 你不符合这条提的 那你就是毒草 毒草你就没有监督的权利 毛在开始改变他的 过去的一些说法 这个下边这个 这个科信师啊 什么 他们那个讲话 大家可以看看 邓老平 其实都反映了当时 他们这个对问题严重性的一些看法 这都是在书记处会 扩大会议上 科信师啊 后来彭真啊 邓小平啊 几个人讲话 都觉得 现在事态很严重 本来呢 邓老平讲得很清楚 本来我们是想整党内的 结果现在这个右派出来 给我们捉领导 争夺领导权来了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问题性质就很严重了 这个时候的策略呢 就真的是开始钓鱼了 你看这个北京市委的通知是 是最典型的 他说 你看就这儿 让各大机关说 你们要要就是回去都发动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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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层干部啊 让这个党外提解 对知识分子多的几个部门 要大放特放 因为钓鱼就得钓他们 那钓谁啊 所以这个还有后边这个民革中央 发的指示等等 再加上5月3号人民日报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 他们已经已经准备要要反击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就是要要主动的 去去鼓动你去讲这个 所谓所谓右派言论 还有的回应录讲 这个说人大人大 这个人民大学啊 这个党委接到通知 他就往下布置 就说 没有几天了 赶快让他没说的 赶快让他们说 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这最典型的 其实人家本来不想说 比如说说完就把你弄成右派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这个刚才咱们看 其实这个主要就是在五月底这一段 到六月初 就在这一段 这后面有那个闹市的那个什么工厂什么退社的 那么什么时候 要开展这个反右斗争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已经从几个少数人的错误的认识和一种错误倾向 转变为要搞一场阶级斗争 要搞一场政治斗争 但是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有一个材料 这是就是六月三号啊 李维翰 因为要结束了 这个民主党派座谈会 所以李维翰呢 就请示这个毛 要不要提这个反右 所以周恩来就讲了 说可以提了 就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出来啊 包括包括彭真那个传达给这个党的 这个这个 呃 干部会上传达的这段话 你再看 就是 他已经把这个性质点得很清楚了 啊 就彭真这个 因为彭真呢 他这个他传达这个都是在台湾这个中央 这个熟悉处扩大会以后 向下边传达的 他讲 说当前有两个斗争 一个是党内的思想整风 另一个就是阶级斗争 就这个时候呢 其实已经开始转向 但是还没有完全放弃说党内整风这个 这是可以看出来这个 呃 就当这个这个变化的过程嘛 那 这里边这个时候呢 特别提到了 就是要不要在工人农民学生当中呢 呃 再出事儿啊 后来中共中央还专门下了个指示 反右什么就是学生不要上街 工人当中不要反右 都是怕这个社会发生 动乱 就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 要动手了 啊 对 就6月4号这个指示 大字报 什么不要上街什么 不要影响学生什么什么 就是到到这个时候 这个6月5号发生了几件事 我觉得呃 就是让毛呢 觉得必须要马上开始反右的斗争了 什么事呢 当然一个是这个呃 就是当时啊 这个呃 陆定一呢 给了毛一个简报 这个简报就高等学校整风情况 这个简报里头有一个有一个 有一个学生啊 是一个老师啊 反正给这个呃 就写了一封信 这个信里讲了什么情况 说现在社会上谣言四起 啊 说什么呢 说这个毛泽东 倡导的这个整风啊 全党都反对 啊 毛主席已经受到了这个 就是 呃 就被有人要逼毛下台了 所以 陆定一呢 觉得这个事很严重 说这是不是右派搞的一个大 一谋啊 就跟毛汇报 但是我也不知道毛怎么反应的 但是我看了一个材料 毛当天晚上就召集了公安部部长 这个 谈话 是不是跟这事有关呢 我猜想可能 要调查吗 因为第二天毛下了个指示啊 说这个简报 印发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中委 就是中央委员 完全是造谣 但值得注意 啊 那么 所以这个呢 就是 我想是 是一个对毛的一个刺激 那再一个呢 就是6月6号 上午 就是所谓666事件 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 6月6日 有六个教授 在 这个 南池的那个 开会 干嘛呢 说现在 局势非常严重 共产党已经快 顶不住了 我们现在应该站出来 帮助共产党收拾残局 后来这个事 对中共中央特别刺激 什么意思 你们要出来收拾残局 这个谁啊 这个张伯军呢 还非得跟史良说 说你去跟周恩来说出去 如果他们不愿意说话 我们来出来说话 当然 现在关于666这次会议的材料啊 说法完全不一样 因为 当时 是没有记录 我想 那么现在这个 关于这个666会议 究竟他们都讲了些什么呢 一个是 就反右以后 有一个参加会议的人 但据说这个人呢 还是 有意派进去的 然后他在人民日报上 把这事给兜了出来了 说那个 那天 他们几个人就在那 密室策划 要接班了 要接共产党这个权 共产党你处理不了 这么多农民 退社 工人 上街学生 闹事 你处理不了 我们出来 我们来帮您 收入这局面 就认为这就是 民主党派 要夺权了 这是 当然 这个呢 我们也很难相信 它完全真实的 因为它是在反右期间 作为揭发 说出来的 那后来呢 张一和他们 就是张不军的女儿 我看他写那个回忆录 当然我不知道 他从哪了 看的材料 也可能是他父亲 跟他讲的 就当时的一些情况 所以后来 他们讲的那些情况呢 内容都差不多 是讲的这些 但是他们就是 完全是一片好心 就是觉得 怕共产党 受不了 说我们来帮助您 您不好出面 我们出面 我们民主党派 但是他们是这意思 而且呢 还反复的去找这个 彭泽华 不是这个 张来 就跟他讲 说说 你看是不是让我们 来出面 当时 其实在六月二号的时候 就是 周恩来接见谁的时候 当时学生 南京学生闹事的时候 这个民主党派就想出来 说我们来帮你平息这个事 共产党 你们治不了 我们帮你治 当时周恩来就 就就没听 没搭理他 那么六月六号 又起当天晚上 而且当天晚上 史良在 这个 中南海 见到周恩来的时候 就给他递了个条子 把这事说了 周恩来把条子一推 什么话也没说 其实中国人早想好该怎么办呢 所以 这个事呢 我想可能毛受的刺激更大 正在这个时候 六月七号 人民日报 登了篇 就是所谓 卢宇文事件 卢宇文呢 就是 就是民主党派开会的时候 这卢宇文呢 他本身是民主党派 后来在国务院当个参事 就是 他是老替共产党说话 就人家提起来 他就解释 说 这个 他们做的都是对的 怎么怎么的 结果好多民主党派就骂了 说你这没出息 什么什么 大概就是 有些 说的是 像共产党什么 卖好吧 就大概就这个意思 后来呢 结果有一个人呢 私下给他写了个命名信 说你 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这是小人吧 你怎么怎么样 结果他就把这封信呢 在报上给登出来了 毛看看这封信 说 这是一个好机会 马上开始 反右 说这好在好在 是你明信 是他们自己 他们跳出来了 所以他就 有了这么一段话 而且他自己定的题目 这是为什么 于是 整个的反右运动就开始 本来还有一些 也没时间讲了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 反正反右就是这样 其他的很多 我觉得我研究最有心得的是这段 就是他这个思想变化 情况是随着情况的发展 不断的 不断的从这个 整风转向 反右 不断的把这种 从人民内部矛盾 转为 看成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最后 才会在 后来的 就是 从 这个 六月八号 一直到五八年 搞了一年多的 整个的反右 而且是 越来越觉得 这个形势严重 要不 当时毛就这种 这次就不能再手软了 要搞就搞彻底了 所以你想 开始 原来计划 右派就四千人 这毛自己说的 后来 过了这个 一个月 原来计划 一个月就完成 反右一个月就完了 弄出个四千人 登登报 批判批判 后来觉得 问题越来越严重 啊 转到八千 八千到青岛会议前 那是不到一万人 就七月份 开青岛会议时候 那才过了一个月嘛 然后等到这个 十月份 开这个 这个 呃 这个什么 开这个 呃 八级三中全会的时候 一下就涨到十五万人 到 又过了一个寒假 然后中小学又开始 搞这个反右 一下又增加了十五万 啊 这就到三十多万 到 五九年 那个 呃 不是 五九年 不是要要平反 不是平反 就是摘帽 你看我这有一个统计 就五九年 要摘帽的时候呢 当时 呃 这中共中央 对那个指示说是 大约四十 四十五万人 啊 后来这五十五万 这个数字是哪来的呢 这是 这个 它不叫平反 叫什么 反正 不是叫 改正 哎 就右派改正的时候 就是 八零年 中央 统战部的一个 一个报告 说 反正最后 是 整了五十五万人 但是真正的右派 就五个 所以 邓小平的一个结论 说 反右是 严重的扩大化 完了 谢谢 呃 我们抓紧时间 看看 呃 在座有什么问题 要请教 郑教授 因为您刚才讲这个扩大化 而不是这个时间差问题 他有没有 因为 他在北京啊 上海这些比较 呃 中心的城市 到偏远地方 因为他有 他 毛泽东决定要反右了 底下的干部未必听到了 然后实际上 以我理解 就是说 也有一些 一些党内干部 整另外一些党内干部 正好因为有时间差 有人听见 因为你总是一级一级传达 这样的事情有多严重 这个 呃 党内的 党内的整 就是反右 主要是这个 呃 青岛会议以后 倒不是 倒不是那个 主要是青岛会议以后 因为那会儿青岛会议提出这个 批判温情主义 其实就是对 针对党内 因为当时党内的有一批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就是后来你看被打成右派的 都是知识分子 干部 这个知识分子干部 他有一毛病 他同情知识分子 老替人说话 嘿 最后你就是 你叫温继泽 就最典型的 当时在那个 呃 广播电视局 当时反右的时候 都有那个数字的 说你们单位 弄个十个啊 你们单位 人少点五个吧 呃 一个九个人 九个人的单位 还摊上一个 温继泽呢 他就是弄了半天 觉得我们这没有啊 没有 你就是 哪能没有啊 中央说有就有 都没有 就是你 杨向珍也是这样 中央党校当时 呃 杨向珍也是说 我们这儿没右派 我们这儿都都是挺听党的话的 跟党走 邓长平说 那就是你 结果他们一开党委会 说 杨校长平常对咱们这么好 咱不能把他弄成右派啊 算了 让他的秘书当右派吧 后来马秘书就是右派 那个杨向珍对他特别好 就一直后来关照他 哎呀 这种故事多极了 你看那书里头有的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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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反右当中 冤的 哎呀 简直是无其不得 我都不是听了传说 都是看到这个 这个文字资料 有一个 这个 某县的 一个卫生局局长 这个 他们县呢 有一个退伍军人 朝鲜战争 回来的什么 几级 什么是军工 获得者 然后历次运动 都是积极跟党走 最后也是 给他们分了一名额 一个小小的县 卫生局 分一个反右名额 看谁谁也不像 他平常也不说话 一天到晚 就是不是看病做手术 最后找他 说这个 黄同志 说你这个一向 积极跟党走 现在党需要你 做右派 他说 哦 他真的 不是 那我一定听党的话 我就当这个右派吧 后来就弄成右派 哎呦 这一辈子完了 沈教授 您好 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 在 您上集 讲到 就是说 在波凶事件以后 毛泽东和刘少奇 对于党应该做出的调整 是有分歧的 那怎么解释 在5月22号 前后这几天 他们的态度 都那么一致的 发生了这种变化 就是 他们为什么 在5月22日以后 都能把形势 这么误判的严重化了 还是这个时候 毛泽东已经在党的高层 有了足够的权威 他带动整个高层 对这个形势 做出了严重的估计 谢谢 这问题不错 因为今天中午 我跟那个 呃 我们在一起 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 中共中央当时的分歧 我们怎么估计 这个我觉得西方学者 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他们一直认为 就是在中共中央高层 存在着 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 就是毛主席 跟刘主席 跟这个谁 刘少奇也不合 后来毛 跟这个林彪又不合 后来毛跟周恩来也不合 其实这里有个很大的误会 刘少奇从来没有反过毛 他对毛的那个忠心 不亚于其他任何人 包括周恩来 包括林彪 包括江青 就是他们这些人 跟毛的这个关系呢 有点像什么呢 今天中午我们就是 就讨论这个 我觉得还是 就 毛呢就像这个 比如刘邦啊 朱元璋啊 原来带了一拨人 打天下 最后把这天下打下来了 打下来以后 原来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都是兄弟相称啊 有什么话咱都可以明说了 是吧 但是天下打下来以后呢 这个他们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转化 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没有跟得上去 不是兄弟了 那是皇上 你是大臣 你仔细想想 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用这个去解释 刘少奇 他一旦知道毛泽东是 是另外一种态度 他跟得最快 但是呢 他们这些人又都不是庸庸之辈 他自己都有分 分摊一摊工作 他都想把在自己分内 把这个事情做好 所以他有他的想法 那他提出这个 他不是有意的要 我刚才 所以上次我说 我说他们 之间的分歧 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致 而刘少奇的看法 可能更能代表很多党员的 和党的干部的看法 毛泽东是比较 毛泽东总是比较异端的 他很多想法都是全党这个想不到的 包括朝鲜出兵 全国全党都反对 就他一人非要出兵不可 包括这个 这个整风反应都是这样的 所以 不存在那个就是 他们想反对毛的这个想法 他只是不太清楚 毛当到底是 得揣摩这圣意 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有时候他就想错了 但他一旦知道错了 他马上改正 跟得很快 5月24号就这么回事 沈教授您好 有两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反过来讲 您对这个 这个民主党派 尤其是这五个 这个右派分子 是什么样一种态度呢 这个民主党派 它是不是有一种悲情的色彩在里头 就是 不管怎么样都会被打压下去 或者说就是 没有骨气的 狗活着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有些右派分子 就是有这种 要求赔偿的这个 这个想法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右派分子 反正咱们就先这么说吧 这是一个历史的词汇了 就这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我看到的材料 我和很多人的谈话 给我的感觉是 其实大部分人呢 当时呢 确实认为 共产党是唯一可以 领导中国 进行改造发展的 一支政治力量 而他们本人呢 这些人呢 也都想为这个中国的发展 和变化 做很大的贡献 在有些问题上 他们可能对共产党的一些做法 不太满意 希望提出来 希望共产党改变 做法 我想这是问题的核心 不存在 就这些人想取代共产党 也真的没有人 你想共产党当时几百万党员 你这个民主党派 不过万八人而已 他怎么 这个所谓轮流作章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 想搞这个多党制嘛 说你要将来 应该开创一种气氛 而这个话其实 毛在这个什么时候 在这个 几月份 大概十一月 五六年十一月的时候 也找人去谈过 但是毛认为呢 说多党制 这个 他不是说多 他说两党制 现在还不是时机 就是 就当时的那种情况 跟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 是不大一样 那会儿大家还是都比较敢说话 比较敢这个什么 但是反右以后 这个情况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想就 别说这个民主党派了 就是共产党里头 谁还再敢说个步子 这个毛 两次大的运动 一个是 延安整风 四二年的 一个就是五七年反右 这两次以后 确定了毛的 一言堂的这种地位 你说那个 右派分子要求赔偿 我 我好像没听到 是什么人 他们找统战部去嘛 是吧 当然有可能 你想五十五万人 他什么要求都会有 我们再次感谢 沈志华教授的经历部 谢谢 谢谢大家